在家裡煎魚,如果這個魚有擦肝 你們聽到的聲音就不是啵啵啵的聲音 就不會有的地方過熟,有的地方生的 煎魚是先用魚的表面水分全部起床 就比較不會煎鍋,也比較不會煎到炒火鍋 這是無理可恰的原理 在魚露鍋前,加入一些女兒 或是莊元宏這種小型酒類的酒 煎好的魚,竟有得出的香氣比較感 紹興酒加1.5%的鹽水 浸泡半小時以後,它有熟成的作用 那熟成的作用就是氣心,提鮮,提味 如果是煎魚,做蔥油拼,還是烤肉,炒高麗菜 都可以首先了解實際的特性 配合無理可恰原理,加淨女兒紅或莊元宏 吃起來口感就是跟一般不一樣 這就是保理酒窗在今年酒文化節 要特別推廣的可恰酒香料理味 酒香入菜,很好吃 吃起來好香喔 有一種非常清甜的那種感覺 酒香都在裡面 嗯,炙熱脆脆的 真的很好吃 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那種高麗菜 那過去一年呢 我們狀元宏女兒宏在全省各地呢 辦了三四十場的幸福婚宴 也就是說它的桌面酒是用狀元宏女兒宏 到今年我們就更進一步 把這些新娘新人帶回酒廠來 我們教她做全世界最新潮的科學美食 就是酒香入菜 然後做了六道很好精緻好吃的菜 希望他們結婚以後呢 也能夠在家裡煮了一口好菜 讓家裡的幸福感更多更愉悅 一年一度保理酒香酒文化節 這個星期六就要兩種基盤 今年瓦東的重點 除了要邀請民眾 共同來學科學酒香料理美食以外 演習傳統 有座白酒神 柴火酒王子 酒量DIY上瓦東 酒香今年要設計了一個回鄉台島 提供參加瓦東的民眾 在回鄉台島掛記鳳林檔 這麼多活動都是適合專家大學共同參與 主要也是希望表現出中國傳統美酒 小薰女兒紅 莊圓紅的酒文化得盛 繼續王朝聖蔡鳳報道